今天我就告诉你一个所烙肉不咸的小技巧 炒出来香烙肉味 非常的好吃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新鲜的榨菜头 应当把它去掉水 这些榨菜头是我们自己家做的 根部的皮比较厚 去完皮后我们把它切成两段 先把它切成厚片 然后改刀切成长方条 切完我们到这碗里面用 这块烙肉是用五花肉熏出来的 熏出来我用开水洗过几遍 然后一刀把它切成薄片 大概我们切成三毫分差不多 再把肉片把它切成两半 这样方便去掉烙肉的烟味 切完我们放进大碗里面 起锅把水烧开 水开后把烙肉放下去 首先将烙肉焯水三十秒左右 然后放一点黄酒 这样有效去掉烙肉的烟味和盐 吃起来也特别的香 焯水两分钟我们那么多就要捞出来了 然后放到凉水里面浸泡一下 这样烙出来的泡肉就不那么斜了 现在准备几粒大蒜子把它切成片 切好我们把它到几碗里面 再准备两根葱把它切成葱段 切好后我们和大蒜片放在一起 准备准备几个干辣椒 一剪到剪中断 现在起锅放入洗水里面 油热后把断片放下去 放入一点花椒子 再把它炒出香味来 炒出香味以后把烙肉放下去 这个时候我们把烙肉炒出香味来 再把切好的葱菜放下去 这样炒出来辣味也不斜了 菜头也比较入味 最后把干辣椒也放下去 快速的翻炒 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 拉入炒干以后我们加一点开水 放一点点生煮提鲜 快速的翻炒 炒出汤变得粘稠 最后我们把大蒜也放下去 再快速的翻炒出香 差不多我们就要出锅了 哇 太香了 一到家乡的小炒腊肉 我们就非要玩口吗 香腊入味 吃起来炊香味滑 你们公司领导来你们家做客 做上这道菜 下酒又下饭 而且很有面子哦 如果你们喜欢也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哦 关注我还可以看到更高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